好同学们我们来看基础知识第十一个费用 这个基础知识比较的简单 咱们来看一看费用包括哪些内容呢 第一个是营业成本 营业成本是一个大的方向 它其实包括两种 一种叫主营业务成本 一种叫其他业务成本 其实这个内容在咱们上一个知识点 已经有所涉及 咱们稍微回顾一下 首先什么叫主营业务成本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等经常性活动所发生的成本 它对应者的收入是咱们的主营业务收入 好接下来的话我们看其他业务成本 其他业务成本它对应者的收入是其他业务收入 包括哪些呢 销售材料的成本 出租固定资产的着就额 出租无形资产的着就额 以及出租包装物的成本 或者说摊销额 这是咱们的营业成本 这个不用过多说了 咱们之前的话已经有所涉及了 但是咱们从记忆的角度 还是要将这四个稍微的关注一下 那么接下来第二个是税金吉附加 税金吉附加 它对应的往往是咱们的一种跟销售有关 与销售有关的相关的税金 但是我们来说一说 这个税金吉附加 它的核心点在于包括什么以及不包括什么 我们来看包括的 包括的是大多数应该交的税费 但是同学们 这个地方的话 所谓的大多数应该交的税费 不等于应交税费 应交税费的概念 比咱们大多数应交的税费要大 那么我们接下来的话 稍微的提醒一下 关于税金吉附加 其实就是一个区别 那么介于咱们现在是导学班 有些内容咱们是没有完全的 按照常规的给他讲透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咱们站在一种比较简单的角度 去理解一下 那么我们其实只要掌握 不包括哪些就可以了 从咱们一开始的这种考试的应对来说 把握一定的选择体就行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不包括哪些呢 一定不包括增值税啊 同意们这个非常非常的关键 增值税是绝对不通过税金吉附加 咱们之前无论是一般纳税人 还是小规模纳税人 咱们好像都没有碰到过税金吉附加吧 对的呀 那么我们再说 第二个不包括的是所得税 所得税 它对应着的 不会走咱们的税金吉附加 它走的是所得税费 好接下来第四 二个大类 还不包括的是 构成产品组成部分的税费 这些的话最终是 进入咱们某一种产品的组成部分 比如说进口的关税 进口的消费税 委托加工物资涉及的消费税 耕地占用税 汽税 车辆 购置税 这些通通都不走税金吉附加 那讲完这个内容之后 有些同学有点疑惑了 那老师 税金吉附加 它到底是指如何走分路呢 我们给同学们写一写 常规的分路是 借税金吉附加 代应交税费 但是它一定是属于咱们包括的经纪 如果不在这个序列里面的话 咱们是根本不存在 借税金吉附加 代应交税费的处理 你比如说咱们这几个 咱们这几个的话 它根本不通过税金吉附加 它是直接寄出产品的成本 再比如说增值税 它也不会碰到税金吉附加 以及咱们的所得税 所得税它对应的是所得税费用 那么我们这个时候的话 大概知道有这么一种思路就行了 那么我们接下来的话 再往下面看期间费用 期间费用包括三个 销售费用 管理费用 以及财务费用 那么我们先看销售费用 销售费用 它其实从大方向来考虑 那就是为了销售 所产生的一些费用 而这些费用 不能够直接归集到主营业务成本 其他业务成本 也不能归集到税金吉附加的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咱们记录销售费用 举个例子 企业在销售过程当中 发生的一些保险费 包装费等等 这些的话 当然都属于销售费用 为了销售产生的费用 另外的话 咱们的一些展览费和广告费 这些实际上是为了销售 所提前做的一些铺垫 一些准备 这个也记录销售费用 另外的话 商品的维修费 预计产品质量保证损失 这些是销售以后 产生的一些费用 这些也是为了咱们能够销售的更好 所铺垫的一些费用开支 对不对 这些都是属于销售费用 当然也包括咱们一些运输费 装卸费等等 以及很关键的一个点 专设的销售机构相关的费用 这个不陌生 比如说咱们之前所讲的 销售部门领用原材料 销售部门的人员的工资 通通都属于专设的销售机构的相关费用 好 这是属于咱们的销售费用 接下来的话 咱们再看管理费用 管理费用其实通常意义怎么理解呢 管理费用一般来说是咱们的行政管理部门 或者说应该由公司整体上所承担的一些费用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包括哪些呢 首先第一个筹建期间内发生的开办费 那老师什么叫筹建期间呢 筹建期间 它是相对于咱们的正常的经营期间 一个相对的概念 所谓的筹建期间就是筹办这个企业 筹办这个企业 它其实只有开支 而这个开支里面如果能够直接进入咱们资产的 那就进入资产 如果不能够进入资产的 那就进入费用 而这个费用就是管理费用 另外第二个企业统一负担的公司的经费 另外第三个行政管理部门负担的工会经费 董事会费 这些都属于咱们的管理费 另外我们再看 聘请中介机构的费用 包括咱们的一些咨询费 含顾问费等等 诉讼费咱们特别强调 诉讼费不属于咱们的营业外支出 它是属于咱们的管理费用 另外的话 业务招待费 咱们稍微强调一下 实务当中 咱们有些单位的话 将业务招待费放进了销售费用 这是不正确的 这个业务招待费 并不仅仅是招待客户 也可能招待咱们的供应商等等 业务招待费 比如说请咱们的客户吃饭 对不对 这是一种业务招待 但我告诉你 除了吃饭以外 你说还有哪些是业务招待费 同学们 有客户来到我们的企业 我们企业的话 晚上给人家提供住宿 这也属于咱们的业务招待费 好 接下来的话 我们再看 跟技术有关的技术转账费 以及咱们的研究费用 企业行政管理部门 发生的固定资产修理费用等等 这些都属于管理费用 好 接下来的话 我们再看最后一个叫财务费用 财务费用 同学们要稍微关注一下 这个跟融资有关 而且跟什么融资有关呢 它主要是跟债务融资有关 就是跟借钱有关系的一些费用 那么这个地方的话 我建议同学们理解简单一点 往往就是跟银行打交道 所产生的一些费用 这些就记录财务费用 那么包括哪些呢 首先 会导致财务费用增加的项目 利息支出 汇兑损失相关的手续费 这个利息支出好理解吗 咱们向银行借钱肯定要给利息 对不对 那么利息支出 这是一种财务费用 那我们的相关手续费 这个也很好理解 跟银行打交道 或多或少会有一些手续费 这些手续费也是记录财务费用 那老师 什么叫做汇兑损失吗 这个咱们稍微说一说 这个汇兑损失 比如说咱们存美元 1万美元 比如说什么时候存的呢 6月1号存进去了 1万美元 在6月1号的时候 当天的汇率是 1比7.5 1比7.5的意思就是说 折算成人民币 应该是7万5千 人民币 好 这是咱们6月1号存进去的 然后到了6月30号这天 咱们的汇率变成了 1比7.3 1比7.3就意味着 这还是1万美金 但这1万美金 折算成人民币 它就只有7万3的人民币 那么这里面的话 就会出现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 咱们一开始是7万5 现在变成了7万3 凭空少了2千 凭空少的这2千 其实对咱们来说 就是一种损失 这种损失 咱们就把它叫做 汇兑损失 它会导致咱们 财务费用增加 这个理解到没有 好 同理的话 咱们减少的项目里面 其中有一个叫 汇兑收益 它就是反着来 什么叫反着来呢 我们这里面写的是 1比7.3 如果变成了1比8了 1比8的话 那么我们折成人民币的话 一开始6月1号 是7万5 然后到了6月30 假设是1比8 那就是8万 那么这种情况下 8万比以前的7万5 多了5千 多的5千 就是咱们的一种收益 这种收益 是因为汇兑的变化导致的 这也是走咱们的财务费用 另外的话 咱们财务费用 还有最后一个叫利息的收入 利息的收入 咱们把钱存在银行 将钱存在银行的话 银行是会给咱们活期利息 对不对 同学们 那么这种活期的利息 咱们就叫做财务费用 它是财务费用的一种减少项 那么关于这个财务费用的话 咱们得会有个例题 再详细的去给它说明 这个财务费用 真正的做的时候 你一定要搞清楚 有增加有减少 它如果问你最终 这个财务费用是多少 那你一定要加上增加的 减去减少的 一定要注意 那么我们接下来的话 看几个题目 首先这是一道单向选择题 这道单向选择题 我们先看问题 该企业2019年税金级附加 科目 借方累计发生额是多少 那咱们一个一个去理清楚 哪些会归到咱们的税金级附加 哪些不会 某种企业2019年相关税费的发生额如下 增值税的销项税为500 净项税额为450万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的话 咱们整体的增值税应该是50万 那关键是增值税 咱们刚刚讲过 它不会归咱们的税金级附加 进去核算 所以这两个数实际上是没有用的 咱们根本不用去管它 好 接下来我们再往下来看 销售应税消费品的消费税是50万 那老师这个属不属于呢 那同学们咱们就来看前面 不包括的里面有没有 老师有 不包括你看这个消费税 同学们这个消费是什么 进口消费税 如果是进口消费税 是不记录税金级附加 但咱们这个地方的消费税是什么 咱们这个地方消费税是销售应税消费品 产生的消费税 这是跟销售有关系的 这个应该记录税金级附加 城市维护建设税7万 教育费附加3万 再不在咱们的不包括的范畴里面呢 咱们找一找吧 你看进口先是增值税 锁的税不属于这个 进口关税不是吧 进口消费税不是吧 委托加工物质涉及的消费税也不是吧 耕地占有税 汽税 车辆购置税 都不是咱们的这几个 所以说成建税和教育费附加 属于咱们的消费税 那么接下来咱们算一算 50加7加3 等于60 那么整个税金金附加应该是60 这个题答案选择A选项 好 接下来我们再看一道多项选择题 下列各项当中应该记录制造企业 什么呀 其他业务成本能用 那实际上还是通过表格 咱们直接来做 首先 A 金银租出固定资产的轴救额 表格里面有没有 有的 B选项 金银租出无形资产的摊销额 有吗 有的 C选项 销售原材料的实际成本 有没有 有的 第一选项 出租包装物的摊销额 在咱们表格里面有吗 有的 所以说这道题的话 答案选择A B C D 好 我们来看下一个单项选择题 2019年度 某企业的财务费用科目内容如下 那么他最后要求咱们什么呢 请问2019年度 该企业应该记录财务费用的金额为多少万元 那么还记得咱们刚才所说的吗 要加上增加的 减去减少的 那我们一起分析一下 短期借款的利息支出是90万 这个是加 这90万是加 收到流动资金存款利息收入1万 这个应该是减 同意们 支付银行成对汇票的手续费15万 这是什么 这是加 那么咱们来看一看等于多少 90减1等于89 89加15 104 那这道题的话 答案就当然选择A选项 当然这个题的话 本身是选A没啥问题 但是我想把这个内容稍微拓展一下 怎么拓展呢 同学们请看 咱们之前讲过一个概念 叫做损一类的概念 对吧 这个损一类损一类 咱们为什么叫损一类不叫益损类呢 它其实是有道理 损一类损一类 其实左边就是损 右边就是益 我为什么要表述这个意思呢 实际上咱们关于损一类这科目的方向 咱们一般别去死金贝 你看咱们在之前所讲的时候 说一般情况下 那个费用增加在借方 对不对 同学们 没问题吧 然后一般情况下 咱们的收入在代方 因为收入代表的是益 是不是这个逻辑 同学们 那老师我们什么叫损 什么叫益呢 其实很简单了 会导致你经济力流出的不就是损吗 会导致你经济力的流入不就是益吗 再说通俗一点 为你企业赚钱 那叫益 让你企业亏钱 那叫损 为什么能听懂这个意思吧 那么我们整个收入类也好 费用类也好 其实整体上都属于损 咱们有些科目 它虽然写的是费用类 但是它其实这个科目 它有时候是代替了两种情况 都代替了 你比如说咱们这个地方 收到流动资金存款利息收入 它为什么不叫财务收入 因为没有财务收入这个科目 所以咱们整体上用财务费用 既替代了财务费用 又替代了财务收入 它是一种 我个人认为是一种中性的科目 它代表两层意思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咱们再画一个财务费用 然后我们认识的琢磨一下 这个财务费用 损一损一的感觉 来我们来看一下 短期借款的利息支出是90万 那么同学们我们先别照着快捷代理解 你就按照正常的一个思维 什么思维呢 你说这个东西是个损还是益 咱们的利息支出90万 损还是益了 损啊 损在左边还是右边 这不就对了吗 再来看 收到流动资金的存款利息收入1万元 那么我们按照一个常规的思维 这对企业来说是个损还是益 肯定是个益啊 对吧 再来支付银行程度汇票手续费15万 这是一个损还是益 当然是一个损啊 是不是这种思路同学们 然后的话咱们来对比一下 左边跟右边对比 照差额 差额104 差额104就是咱们整个财务费用 它的总的金额 对吧 它是一个进发生额的概念 所以说这道题答案选择 A选项 一定注意啊 咱们这个损意损意 损在左 意在右 会帮助同学们后续 在对损一类科目的这个学习当中 是有非常重大的帮助的 朋友们啊 当你理不清楚的时候 理不清楚方向的时候 请记得 左边叫水 右边叫一 好了 这道题咱们选择A选项 那么这个费用 咱们就讲解完毕 好 我们来看最后一个基础知识 利润 利润的话 首先我们要先搞清楚利润的构成 利润的构成的话 实际上是三个公式 当有同学看到这公式的话 头都大了 为啥呢 老师 最初的时候 你跟我们讲的利润是什么呢 我给你写一下 最初的时候 你告诉我们是利润等于收入减费用 那是在咱们的会计等式里面 当然我说过 这是一种基于会计要素的角度 是收入减去费用 那么如果说全面来说 那这种情况下 应该还要加上利得 减去损失 对吧 那老师为什么突然一下又多了这么多内容呢 道理非常简单 收入有很多 费用有很多 利得有很多 损失有很多 具体的项目全在这了 现在同学们理解到这个意思没有 所以接下来咱们稍微的说一说 整个这个公式的结构 这公式的话 我们先看什么呢 先看最后一个 老师为什么看最后一个 这个东西叫净利润 何为净利润 税后 税是指的所得税 在交完所得税以后 咱们能够企业自身进行分配的 咱们把它叫做净利润 那它等于什么呢 等于利润总额减去所得税费用 同学们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的话 咱们再看利润总额又是什么 利润总额等于营业利润 加上营业外收入减去 营业外支出 而大家比较清楚 营业外收入其实就是利得 营业外支出就是一种损失 对不对同学们 那么这里面的核心点 就是先要搞定营业利润 那又是什么呢 营业利润就一大堆了 同学们 营业利润是不是完全等于 咱们的日常利润呢 那也不见得 因为在咱们这里面有些项目 它也是一种利润和损失 所以我们接下来的 稍微来琢磨一下 这里面的逻辑 首先的话 营业利润等于营业收入 减去营业成本 营业收入是什么呢 主营业务收入和其他业务收入 营业成本的话 是主营业务成本和其他业务成本 接下来的话减几个费用 减哪几个费用呢 税金及付加码 这个咱们刚刚的学过 销售费用 管理费用以及财务费用 那老师这个研发费用是什么呢 研发费用是咱们现在的话 从管理费用里面单独分出来的一种费用 但是在平时做分录的时候 它还是叫管理费用 但是在进入咱们的利润表的时候 它单独列是叫研发费用 这个了解一下 然后的话 加上一系列的或者减去一系列的 这些东西是什么呢 它可能是收入费用 也可能是利得和损失 这种的话 我们其实准策里面 没有明确的一种定义 咱们能够明确定义的 咱们稍微说一说 来我们来看一下 加上其他收益 其他收益是什么东西呢 这个的话 主要就是一种政府补助 这个了解一下 因为说起来的话 难度实际上是有点大的 然后加上或者减去投资收益 或者减去咱们的损失 这个其实好理解 就是咱们进行相应的投资项目 所产生的一种收益或者损失 收益就加码 损失就减 然后加上或者减去 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这个的话 主要是指的那种交易性进入资产 或者说咱们的这个投资性房地产里面 或涉及公允价值变动的情况 那么这些内容的话 我觉得都了解一下 在咱们一开始学习里面 实际上是碰不到的 加上进场口套期收益 或者减去进场口套期的损失 这个就更复杂了 这种内容的话 在初级根本不可能涉及 总之的话 它有可能加收益 有可能减损失 然后再减去信用减值损失 信用减值损失 是指的金融资产发生了减值 发生减值的时候 咱们用信用减值损失 然后再来减去资产减值损失 这有什么内容呢 资产减值损失 是指的咱们什么存货 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 发生减值准备的时候 咱们走资产减值损失 这个能够一种了解一下 其实我讲完之后 我估计有些同学 不知道我在讲什么 我觉得这个很正常 咱们现在的话 实际上是把这儿看到就行了 这些内容我顺带给同学们 稍微说一说 然后接下来再看 加上货的减去 资产减值收益 或者说资产减值损失 这个是指的什么呢 这个其实好理解 比如说咱们将 使用过的固定资产出售 这个出售的时候 可能卖赚了 卖赚了叫资产减值收益 如果卖赔了叫资产减值损失 类似于这种 那老师我们现在需要去 刻意的去背这个公式吗 我觉得不需要背 咱们只需要把大的逻辑搞清楚 第一个出现的是营业利润 有了营业利润 在营业利润的基础上 加上营业外收入 减去营业外支出 叫利润总额 然后在利润总额的基础上 减去所得税费用 最后得到的叫做净利润 也叫税后利润 这个净利润就可以进行 企业的自身的分配 好接下来的话 我们来看一个单项选择题 某企业2019年发生经济业务足下 确认销售费用1000万 公允价值变动损失60万 确认信用减值损失4万 支付税收支那金26万 不考虑其他因素 上述业务会导致企业 2019年营业利润减少的金额有多少 那么我们接下来的话 来认真的去琢磨一下 每一个它到底是什么 只要你把每一个到底是什么搞清楚了 自然这道体能做出来 我们一起来分析 首先确认销售费用1000万 销售费用1000万 不就是咱们的销售费用 在这 它当然会引起营业利润的减少 所以说这个先写上 再来 公允价值变动损失60万 这个属于什么 属于咱们在这 公允价值变动损失 对吧 这个的话当然是 损失肯定是减 这也没问题 也是影响营业利润 再来 确认信用减值损失4万 信用减值损失4万在哪里 在这 信用减值损失 这当然也是一种 使我们的利润减少的项目 使什么利润减少 营业利润 对的公司来 再往下面看 支付税收自拉金20万 这个咱们要稍微关注一下 同学们什么叫税收自拉金 就是你不好好交税 不好好交税 在规定的时间内 没有交税 那么我们的税务机关 就会给你进行 税收自拉金的一个计算 每天按照税款的万分之五来计算 那么咱们这个企业的话 就会支付税收自拉金26万 那这个属不属于咱们的营业利润 这个范畴呢 我告诉同学们 不属于 因为你没办法在这里面对上 老师 它不属于税金及付加吗 税金及付加是一种正常交税 你这个税收自拉金 怎么可能是个正常情况 同学们 这种属于什么呢 非日常活动产生的 非日常活动产生的 这是一种营业晚之处 所以说税收自拉金26万 是不能够放进去的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的话 咱们会导致营业利润减少的 那只有这几个 那么这个一共等于多少呢 1060 会导致营业利润减少的金额 1060 那个26是营业外支出 不会导致咱们的营业利润减少 因为出现营业外支出的时候 营业利润已经出现了 它最多说影响咱们的利润总额 但是不影响咱们的营业利润 所以说这道题的话 答案选择最后一个低选项 好我们再看一个单项选择题 2019年盟企业实现营业利润2500万 注意看其中 国债利息收入6万元 老师这啥意思呢 就说这里面有个6万元 在这个2500万以内 他是想强调这个事 发生营业外收入500万 营业外支出300万 请无问 在不考虑其他因素的情况下 该企业2019年的利润总额 直接套公司 各位同学们 利润总额等于什么 营业利润加上营业外收入减去 营业外支出 营业利润是2500 营业外收入是500 营业外支出是300 等于多少 等于2700 这个提选谁 有同学有纳闷 老师 国债利息收入6万元 不加吗 国债利息收入属于什么 投资收益 老师不加进去吗 不是要加吗 你不是刚开始说 营业利润这里面 等于有一个 加上咱们的什么 加上咱们的投资收益 为什么这不加 我跟同学们说 很简单 就看你语文学的好不好 来同学们 人家说了 营业利润是2500万 其中国债利息收入6万元 说明国债利息收入 本来就在这个2500万里面了 你加他干嘛呢 你加他不就多了吗 同学们 这就是玩的一个 语言的这么一个表述 就是语文游戏 或者说一个数字游戏 再换句话说 这个6万 其实就是咱们所谓的坑 陷阱 咱们考试经常有这种陷阱 不让你那么简单的得到分数 对不对 所以说这个6万 在2500以内 是属于营业利润 没错 但是不用去 再加他了 再加他就多了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直接用2500万 加上500万 减去300万 等于2700万 好 这个题的话答案选择 谁选项 接下来的话 我们再看 关于利润的账务处理 利润的账务处理 是这样子的 首先第一个 要截转损益 老师为什么要截转损益呢 还记得咱们之前所说的吗 咱们的损益类科目 是无余额的 无论费用 还是收入 一律是无余额 那老师他没有余额到哪去了 转到咱们的本年利润呢 那老师这个本年利润 是个什么类的科目 我先跟同学们说一下 本年利润 它是一个所有者权益 所有者权益类科目 按照所有者权益类科目的 这种模式 增加是在贷方 减少是在借方 没错吧同学们 那么我们接下来思考一个问题 你说什么东西能够使 咱们的利润增加呢 肯定是收入 对不对同学们 肯定是收入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的话 我们先看第一个 叫节转收入和利润 因为利润也会导致 咱们利润的增加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 比如说我们这个企业 当年的 这个收入也好 利润也好 合在一起是一千万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但本年利润一千 借相关收入 相关利润一千 因为这个会导致利润的增加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这增加一千 利润增加一千 所有的权益类 增加式的贷方 这个同学们应该能理解 但有同学就想不通 老师说为什么他的计方 为什么他的计方 结转了 老师我还是不懂 那同学们我们看一看 咱们正常的收入 正常的利得 平时增加的时候 在哪个方向 贷方 贷方一千 现在我说要使他没有余额 你说怎么办 借方一千 他才是没有余额 你看借一千的收入 借一千的收入或者利得 贷本年利润一千 不就结束了吗 同学们这个思路 其实非常简单的 好 接下来我们再看第二个 第二个叫 截转费用损失 那你想象一下 费用也好 损失也好 会导致利润的增加是减少 减少呗 假设费用是800 那就是借本年利润800 带相关费用损失800 他就这么一个思路 那接下来同学们 请看这个地方 这就写上800了 有同学又不懂了 老师为什么这地方 带相关的费用损失 来吧 咱们画一个简单的图 来 看着 费用 损失 平时的发生额 800在借方 接下来的话 要导致他没有余额 那不就是反方向吗 对不对 所以说带相关费用损失800 然后借本年利润800 就这么一个思路 非常非常简单 因为费用利 费用损失 会导致利润的减少 本年利润所有的权一类科目 减少了借方 增加了贷方 对不对同学们 好 那么这里就会得出一个数 等于200 而这个200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200是利润总额的意思 为什么 因为他同时解算了利润和损失 在一起的 也有收入和费用 这是个利润总额的意思 好 接下来我们再往下面看 所得税费用转入本年利润 老师 这有什么意思呢 这个非常简单 就是咱们在平时的时候 通过辛辛苦苦一年的运作 终于开始有利润了 但是有了利润的话 你别忘了国家 对不对 你之所以有利润 那是国家给你提供了一个 非常非常宽松的一个经济环境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纳税是每个公民也好 每个组织也好 他应记的一个义务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咱们还要交企业所的税 咱们企业所的税的话 在不考虑其他因素的情况下 常规就是25% 那么咱们这个利润是200万 25%的话 那就是多少 50万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的话 借本年利润50 带所得税费50 老师 为什么这个地方的话 又会是这样操作呢 因为交税 就会导致你整体的利润变少吗 因为你最后要得出咱们的净利润 是这个逻辑吧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的话 也会导致咱们的本年利润变少 就这么一个思路 那老师他为什么会带所得税费用 他实际上是有个前提 什么前提 所得税费用 一开始的时候 他会产生个50 会产生个50 因为 有了所得税费用 借所得税费用 但应交税费 应交所得税 他有个50 然后的话 你现在一样的 他的思路一样的是无余额的概念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的话 他会走一个代方50 这样子不就平了 所以就是这么一个思路 好 接下来的话 我们再看最后 咱们这个利润 现在得出来的数据是150 这个150叫什么呢 叫净利润 我刚才其实提了一下 净利润后续就是企业 可以自行的分配 老师什么叫自行的分配 分红啊 一类的 这不就自行的分配吗 然后接下来的话 咱们的本年利润 它也是无余额的 我跟同学们说清楚 为什么呢 它就是因为无余额 它才叫本年利润 就是描述当年的利润 而这个本年利润 它也仅仅是个过渡 最终咱们自行去分配的话 要转到另外一个科目 这个科目叫做利润分配 我们接下来稍微的看一看啊 还剩多少呢 150 150转过来就行了 在这种情况下 150 借发 那么本年利润最终也没有余额了 最终的余额转到利润分配 未分配利润 而利润分配 未分配利润 它也是一个所有的权益类科目 它的增加当然也是的待放 好 当然我们也有可能是相反分路 为什么也有可能是相反分路呢 这个道理非常简单 赚了 是这种操作 亏了呢 那不就反着操作吗 对吧 好 这个难度其实是有点大的 我们接下来的话 举一个案例题 这是咱们最后一个案例题 这个案例题的话 我要求什么呢 至少同学们掌握123 至于第四个编制相关分路 说实话 目前这个阶段 毕竟倒学班 同学们可能理解上 会有一定的问题 但这个没关系 但是最起码123你要回 好 接下来我们开始看这个案例题 16 已公司2022年有关损益类科目 发生额如下 主营业务收入1000万 其他业务收入100万 主营业务成本800万 其他业务成本60万 销售费用10万元 管理费用50万 财务费用20万 营业外收入320万 营业外支出80万 企业所得税的税率是25% 假设不考虑其他因素 完成以下问题 一个一个来 首先第一个 已公司当年的营业利润是多少 那么营业利润的话 它是指的除了营业外收入 营业外支出所得税费用以外的 对不对 同学们 跟损益有关计算出来的利润 那叫营业利润 你对着咱们这个讲义上面的 这个营业利润的公式 那么在这里面的话 能用得上营业利润的 截止了这 在这个 画的这个线条以前的 都是跟营业利润有关 那其实这个营业利润就比较简单了 来同学们 主营业务收入一千万 其他业务收入一百万 那么这个都合在一起叫营业收入 主营业务成本八百万 其他业务成本六十万 这个合在一起叫营业成本 一共是八百六十万 销售费用管理费用财务费用 这些都是在计算 营业利润的时候作为减项 那么我们来看看营业利润 一千万加上一百万 减去八百万 减去六十万 减去十万 减去五十万 减去二十万 请同学们自行对号入座 这个等于一百六十万 这是咱们的营业利润 接下来我们再看 利润总额怎么计算 要求咱们计算利润总额 利润总额是在营业利润的基础上 加上营业外收入 减去营业外支出 那么咱们的营业利润是 一百六十万 加上三百二十万的营业外收入 减去八十万的营业外支出 算出来这个利润总额是四百万 好 接下来的话我们再看 我们算出利润总额之后 有一个叫所得税的问题 那么所得税 在不考虑其他因素的情况下 其实就是用咱们的利润总额 去乘以百分之二十五 但是不考虑其他因素 现实生活当中没那么简单 现实生活当中 咱们还要进行纳税调整 来我们看一看 这地方的话应该是四百万 乘以百分之二十五 四百万乘以百分之二十五 等于一百万 一百万就是咱们的所得税费用 那么接下来问你 当年的净利润是多少 那就是咱们的四百万减去一百万 最后等于三百万 对吧 中间这个是所得税费用 好 这就是咱们前三个 那么接下来我们看一看 账务处理吧 账务处理的话 稍微有点难度 首先第一个 咱们来看 这是什么呢 收入类和利得类 转本年利润 借主营业务收入一千 其他业务收入一百 营业万收入三百二 带本年利润一千四百二十 第二个 将咱们的费用类和损失类 转到咱们的本年利润 借本年利润一千二十 带主营业务成本八百 其他业务成本六十 销售费用十 管理费用五十 财务费用二十 营业万支出八十 最后的话咱们算出所得税费用 等于一百 借所得税费用一百 但应交税费 应交所得税一百 这个可能有些同学不太好理解 如果不好理解的话就算了东西吧 但是你要知道 这地方会导致一个所得税费用 会产生一个一百万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咱们其实好好地画一下这个本年利润的提醒账户 咱们来感觉一下 最开始的时候是咱们的收入和利润转过来 转过来的话本年利润是一千四百二 然后的话是咱们的费用和损失的转过来 这是借方一千二十 那么这个差异等于多少 差异就等于四百 这四百是什么 利润总额 你看到没有东西吗 看到这个思路没有 然后你这个地方又有一百的所得税费用 所得税费用还会做一个分路 借本年利润一百 带所得税费用一百 这样子所得税费用的话 先来一个借方一百 再来一个带方一百 它就清零了 也就是说最终属于损移类的这块 它最终都会转到咱们的本年利润 那么在这个地方的话有一个一百 那么最后差异等于多少呢 三百 这个三百代表什么意思 代表的是净利润的意思 但是还没有结束 咱们净利润最终的话 是要进行分配的 也就是说本年利润期末也是没有余额的 我说的期末是指的年末 没有余额 它照样转出去 转到哪里呢 转到利润分配 未分配利润 那要想使它没有余额 那这种情况下的话 再来一个借方三百 不就不行了吗 那么借本年利润三百 完事了 那么转到哪里 利润分配 未分配利润 而利润分配 未分配利润 就是后续咱们可以进行分配的利润 这个的话是所有的选一类 增加是在 代方 好同学们 这是咱们的基础知识第十二个 那么整个导学班 咱们也就结束了 导学班有些内容有一点难度 那是因为同学们其实是没有完全的去真正的系统性的学习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的我个人觉得啊 同学们最起码搞清楚一种大体上的思路 咱们会计的话 其实核心点就是通过分路描述经济业务 最起码应该知道常规情况下 咱们的成本费用资产增加在借房 减少在贷房 咱们的负债所有的权益收入增加在贷房 减少在借房 这些基础的理念 我觉得还是要会 好同学们 咱们的这个导学班的部分就结束了 期待和各位同学在咱们后续金讲班当中见面 谢谢大家 再见 谢谢大家